今天,李晨和范冰冰要闹分手?到底真的假的?小编一路看下来今年的范冰冰,可以说是过得不是很顺养。 虽然今年河南有李晨丹爱秀的可谓是轰轰烈烈,但是求完婚以后却一直没有宣布什么时候结婚。 不光如此,范冰冰的脱税路税行为也一度从娱乐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,又媒体拍到李晨手上的订婚戒指已经摘了。 再加上范冰冰陷如今陷入中不至终,不少媒体猜测是不是李晨要抛弃范冰冰了,这也让正在香港出席节目的正在无骨抗腔,被为自己是不知道两人感情的事。 不过他已不清楚,三个字实力互有,说到李晨和范冰冰,自从公开练习以来,也已经好了三年,这三年里每个节日李晨送给范冰冰的礼物,也可以说既用心又贵重,李晨也在今年给了范冰冰一个粉色的海洋并大方求婚。 可是却一直没听说两人公开婚期,不知道两人到底什么时候,才能真正走到一起呢? 和李晨曾经有过恋情的张心雨这段时间反而倒是非常火,网友们羡慕起了张心雨的生活,也羡慕起了她的爱情,还有很多网友趁当年还好没有和李晨在一起,李晨当初和张心雨没有结果,不知道时隔了这么长时间,能不能和范冰冰冰? 走到最后呢?毕竟现在的年纪和想法可一和当年走了变化,网友们觉得两人能在一起吗? 面则声明,文中突片引用之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